所谓共感者empass 简单来说 就是那些拥有超强同情心的人 他们就像海绵一样 不停吸收着身边人或周围环境里的情绪 非常敏感 女共感者的爱情之路往往不太顺 因为他们太真诚 也不想玩感情游戏 一 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女共感者想要一段充满爱和尊重的稳定关系 他们希望找到一个能够陪伴自己度过难关的伴侣 如果男生一开始就不认真 他们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 根本不会跟他交往 二 他们的感情很强烈 他们不会玩弄感情 感情真挚强烈 有些人很喜欢这样的感觉 但也有人难以接受 三 他们需要安全感 女共感者最想要的就是安全感 他们对那些不接电话 约会迟到 随意更改约会日期的人不感兴趣 四 他们太真诚 女共感者接受不了谎言 哪怕是善意的谎言也不行 当然 他们自己也不说谎 但很多时候接受真相比接受谎言要难得多 五 他们需要自由 感觉到对方在用某种方式限制自己的话 的话 他们会毫不犹豫离开 六 他们经常被误解 大多数男人无法理解女共感者 这 他们很复杂 就像行走的谜团 男人总觉得他们隐藏了什么 七 他们需要情感满足 不管是身体上还是情感上 他们都渴望被满足 两者缺一不可 八 他们不玩恋爱游戏 要么单身 要么与最爱的人共度一生 他们宁愿单身也不愿意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走 他们有很多疑问 女共感者对别人很好奇 男人可能觉得他们问题太多 其实他们不是想控制什么 只是想要满足自己好奇的天性而已 十 他们能看到人最好最坏的一面 普通人很难理解他们 他们的一些选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有时他们会和很糟糕的人约会 因为他们能看到那个人的优点 十一 他们很敏感 因为太敏感 哪怕很小的事也会让他们受到伤害 他们不会怀恨在心 对方道歉时 他们就准备好原谅了 十二 他们很用力去爱 女共感者总是爱得很用力 他们会付出自己的全部 也希望得到同样的回报 被一个女共感者爱上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但男生还没有做好准备承担责任的话 可能会觉得烦 不要等失去再后悔 珍惜身边那个用尽力气去爱你的女孩吧 小米更吉祝 小米 third 海中间 小米 小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